第一次進戲院 原來看電影是可以有這樣的經驗 黑漆漆 畫面就大到完全覆蓋你 音響又很厲害 它是有著一份神聖感 一個電影院裡面經歷一次 被一部電影感動 他們才會知道 原來我將要拍的這部戲 是一個大人脈裡面放映 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 這個是買到票的嗎 我沒有用過 我沒有試過好像買麥當勞一樣買票 90元也不算很貴 其實都是租金來的 是啊 45元我印象到 學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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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有一陣子學生票好像25元 星期二就有再減 學生票再減3元 是啊 當時很划算 盧振業和麥希恩都在沙田區長大 區內有幾間戲院 對他們來說 1985年開業的第一間UA戲院 UA6 就是其中一間充滿回憶的戲院 娛樂城那邊有戲院 河門也有戲院 我很記得搭巴士 就會見到手賄電影廣告牌 那間真的只做三級片的戲院 小時候看的時候就會 嘩 嘩 這樣 但我真的看戲的話 小時候都是沙田UA 或者希爾頓 對 不是希爾頓 希爾頓都會 我小學的時候第一次 真的入戲院 是沙田UA 那時候看龍珠的大電影 真的? 是啊 是跟親戚看的 是很興奮的 而且很震撼的 基本上 所有在沙田讀書 住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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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是沙田UA 那通常呢 每次有大片相 或者假期檔 就會有很多人 或者可能星期六日都好 都會排滿人的 例如像今天這樣 猛太陽 你可能在這裡排 是真的要排一個小時 當我逛街 那你見 新型視傳播 都是這些 通道旁邊會有玻璃窗 可以看到外面 很自然就會看下來 有多少人在這裡排隊買票呢 而通常就會有種奇觀的感覺 就是 哇 今天這麼多人 哇 下大雨 為什麼還在排著 或者今天很曬 又曬雨流 原來你會說 他們在排著看什麼電影 對 然後就會下來 看那個板 有什麼照片 然後就真的會上一場 以前 UA6更加是區內少有的大型戲院 和附近的商場 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生態圈 東京新幹線 你有沒有玩過 不是 就是東京幹線 不是 在下面那個 在下面那個 印象是 感覺好像是葵廣 朝特 去賣一些中學生會賣的東西 你很難幻想在右一城 會有一個葵廣的層區 那裡可能有十間八間店 有一個小店 賣精版 有漫畫 有些衣服 中學放學 就一定是 過來這邊玩的時候 一定是行東京新幹線 所以 戲院和東京新幹線 其實是很近的地理位置 而它就是一個蒲點 不過2008年的時候 新城市廣場進行翻新工程 地庫所有店都結業 而有六個放影廳的UA6 也只剩下兩個放影廳 那時候磨了十年八年 那時候是 它關了 然後大家居民經過 就會看到它封住了 不動 它是有做過小型工程的 不知道 拆一下頂 其待它 我裝修完它會是 一個很厲害的 IMAX 戲院 但是 搞到差不多 看到人們都停了手 那時候開始有些都市傳聞 就說它不會搞的了 然後就有不同的傳聞 就說是否罵鬼 最後去到2018年 UA6更改由 MCL接受經營到現在 但是呢 沙田區另一間戲院就不太幸運了 沒有其他營運商接手下 只能夠黯然倒閉 以前希爾頓戲院的位置 其實就是你見到這個走廊位 那這一排的商店 其實就是戲院的那個 賣費檢查 所以你一走進來 就看到有很多姐姐 就坐在這裡畫位 這樣 但是這一間就是 有一張A科紙 接著有個戲院的科班 接著就畫位 人手畫位 不知道為什麼每一次去到某一個縣 都有兩個位置是不賣的 就有一些都市傳說 又或者是我們自己的同學間 就說那兩個位置 是有一些特別的原因不賣的 雖然希爾頓戲院位於商場裡面 但是就吸引了一班中學生幫襯 通常如果我們學生都會選希爾頓 因為是一個便宜的消費 還有那種很有趣的 壓縮在一個很小的空間 去觀影的感受 很是學生才會這樣選擇 因為它真的很小 二三十個位置 人們會很放肆地說話 你有一種前設制 他們是會這樣做的 我覺得是 你選擇在哪間戲院看 如果你是熟悉的話 其實你選擇一個怎樣的觀影經驗 一個怎樣的觀影文化 以前的戲院 還有一種已經消失了的 午夜場文化 我是有聽過一些做電影的前輩說 電影公司就會為了去搜集意見 就會去香港全港狗的不同戲院 去錄下那個戲院裡面的聲音 譬如如果那部戲是一部學術片或喜劇的話 就會錄到笑聲 譬如整部戲兩個小時 那些笑位有多密集 哪個位突然遇他笑 但大家不笑的話 他們就會回去拿著這些錄音 去再剪那部戲 90年代 全香港曾經有過百間戲院 但是去到2013年的時候 就約減到45間 雖然之後數字回升 但是今年還有UA院線和另外兩間獨立戲院倒閉 現在連同新光戲院 全港只有56間戲院 但是還有戲院選擇在這個時候逆時開張 他們更放棄商場 選擇在街上開店 好像很久沒有在商場以外的地方見到新戲院 但是你說香港是不是小的時候 又不是 可能再早一兩個年代 其實這些戲院才是主流 我想近這幾年 我們去看戲的時候 那個雙藥在哪裡 通常都會雙藥在商場裡面 然後就會去商場裡面的戲院看戲 以前可能經過新寶 經過一些本來在街上的戲院 是沒有打算看戲 但是我看到他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共進去看看 對於電影工作者的距離來說 高線戲院除了改變了消費模式外 更加代表著戲院對電影的重要性 他在金馬獎的時候 李安說的那個講法 他說電影的廟堂就是電影員 例如我們進入一個漆黑的環境 去感受光影 這個半鐘裡 我們是不能停止這個觀影感受 如果我們在家看Netflix 或者我們看任何一個DVD 或者什麼都好 我們可以突然間 我可以先去廁所 那我就停止了他 然後我就去做其他事情都可以 但是電影院本身就提供了一個空間 就是我們去重掃其實對一部電影的尊重 現在香港只剩下少數在街上的戲院 例如旺角的新寶戲院 和屯門的巴倫柳戲院 而現在位於紅磡的寶石戲院 就是現存全港歷史最內的獨立戲院之一 這個寶石戲院是1971年開設的 它開設的時候 應該是當時的戲院 一些特定的規格 就是有樓座 就是現在我們站在這裏就是樓座 以及這個欄河下面 就是應該堂座 堂座通常會多樓座一倍以上的位置 你可以想像 那個幕其實是 會是最後面靠牆的軟方 當然那個幕不會那麼細 因為你如果整間戲院有過千個位置 它是會大些 其實這裏的椅子 裝修之後就換了一些座墊 但其實就除了座墊 整個框 例如這些木的把手 其實都是舊的模式 以前就是魚膠那一隻 其實你會看到和現在的戲院是不同的 因為現在的戲院那種梳化位 是不會那麼窄的 這種相對是窄些 黃夏柏先生 是一位戲院歷史的愛好者 曾經訪問過不同的戲院從業員 以及自行找像舊報紙一樣的各種資料 集結成書 介紹香港的戲院變化史 因為早期寫的都是記憶 當時已經說的2006、2007 舊的戲院都不多了 有一個感覺我要去做一些紀錄 我想早期的就是這一種 都有個心意想記錄一些 還存在在這裏的舊戲院 其實大約50年之前拍電影的 菲林是燒酸片 那些是很異形的物體 但當時用了炭園燈 類似的名字 燃燒一個炭晶 做一個光源 將菲林的影像投出去 所以變成機房應該要小心處理火種 所以我估計是這樣 到現在還是炎禁吸煙 除了放影方式之外 戲院都一直有轉變 由戲種到門票類型都有變化 影響著當代人怎樣去看電影 因為90年代 有一段時間 三級片的院線是多了很多 勉強撐著運作 他們開始有一些 我想很多人都記得 什麼巨人院線 那些是30元一票看整天 這也是看到這類型院線的最後階段 我們住的房子 其實對面已經是一間戲院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幾歲就已經在戲院那裏玩 我覺得原在那裏開始 到我讀中學 我又是自己很喜歡看電影 現在所謂寫一些和戲院有關的東西 去找發掘一些東西 或者重組一些東西 對我來說 又是一個挺好的體驗 怎樣為之理想的電影院 其實可能跟它幾大的規格 幾小的規格未必有關係 印象就是 我去到的時候 已經排出了那間 咖啡店 一個比較小型的咖啡店 然後就有一個放影室 很驚訝就是大家 哇 90分鐘站在那裏看 又或者那個是探索 一個另類的電影經驗 它未必成為一個主流 但是可能你看過一次這樣的規格 你往後看其他規格的時候 你會有多一種自由點 去進入你下一次的規格 記得訂閱果市啦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